日本是跳着高的坚决反额 最终它就变成了美国的炮灰 俄罗斯握收了丰田在俄罗斯的工厂 并且把它国有化 我们也可以借鉴这个做法 在必要的时候使用精准手段来收拾美国 注意是在必要的时候精准动手 欢迎来到张斌观察 我是张斌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就宣布 把丰田设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工厂 把它没收 然后把它进行国有化 至于后续怎么处理 咱们再看后续它怎么办吧 这个事要说起来 那怪不得谁 那就是日本自己弄出来的 这话就叫做什么 就是不作不死 这是一种典型的报复和反制 其实要说起来 丰田在俄罗斯的工厂 已经停工了很长的时间 你看去年俄乌冲突一爆发之后 那西方不是全面开始制裁俄罗斯这边了吗 那丰田公司也是受到了一定影响 它在圣彼得堡的工厂停产了 主要问题就是因为西方全面制裁之后 它的供应链出了大问题 倒不是说俄罗斯要拿它动手 因为毕竟当时虽然日本也站到了美国和西方一边反俄 但是并没有采用这种实质性的反制的措施 它只是一种随大六的一种做法 所以在这方面俄罗斯也没有拿丰田工厂去怎么样 并没有真正动手 但是现在你看岸田文雄前一段去了基辅 那是坚决的站在西方的一面 高调的反俄 并且出手了一些实质性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大量的援助 非致命性武器 并且承诺以后会给这种致命性的杀伤武器 这个作为俄罗斯来讲 它接受不了 它肯定要出手反制 所以这种反制手段 是双方争斗到最后经常会用到的手段 它也包括在经济方面 在资产方面 在贸易等等各个方面 那所以这一招 我们考虑考虑 其实也可以用的 在必要的时候 对美国做出必要的这种精准化的反制 这个必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说美国 它一路是围堵对抗我们中国走下去 要侵吞我们的资产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出手的 而且呢 要做到精准 不要把它扩大化 这主动出击啊 是最有效的一种反击手段 但是这个手段一定要慎重的使用 我们来看几点啊 第一 我们要做出这种反制的话 你必须得站在正义的一方 要有这个公正的 这一个立场 要有理有据 第二一点呢 我们现在开始要考虑 要建立一套系统性的 又有力度的 又分层级的 这种反制手段 你就比如说吧 美国的洛马公司 它是给台湾地区提供这个军品 那我们就停止它在中国的业务 这是一个层级 那往后我们还有可以考虑 有更多的层级 一步一步往上的升 第三呢 我们一定要做到 有选择 定向 精准 不是说哗啦一片 把美国的这个资产和企业 全部我们都采取措施 并不是这样 我们有相对的行业 或者我们觉得有重点的 相对的这个重点的 那就对它进行精确的反制 但与此同时 更要做到呢 就是我要说的 第四点 就是我们要充分的开放 要加大开放的力度 我们对美国资产的一些处理 和我们充分的开放 这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甚至说包括你美国的其他的一些企业 一些资产 我们都允许你在中国来发展 但与此同时 我该精准打你的 我也必须要打你 打到准处 打到狠处 这就是我一再说的就是 在必要的时候 我们要精准的收拾一下美国 不过这种手法呢 这种手段呢 我刚才也说了 这东西它是有反时性的 所以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要非常的慎重 非常的谨慎 但是不管怎么说 一定要有自己的实力 要有自己的手段 所谓实力 它就是正义 谢谢大家 过来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